说句实话 有没有些许的不放心 觉得这个男人老这样 是有问题的 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在我的思维当中 是做好一切准备 随时应对各种可能性 那就是说 你也不是那么信任她咯 我认为事实上的事情 没有绝对 没有绝对 你发现什么了吗 你对什么事情有怀疑吗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她知道吗 她知道啊 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说来听听 她在什么问题上怀疑你 她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工作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做执行公司 也有一些小女生 连女同事在一起 其实作为我来说的话 我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领导 对同事我还是比较平易的 包括我的同学 还有些女同学 经常会 偶尔会约我打麻将啊 或者约我吃饭 她就非常不理解 其实我们就是很纯粹 我肯定会不理解 因为他们说的是 如果你不去 我就不用去了 因为你不能打麻将啊 你去了没用啊 那就为什么呢 那我也可以去玩啊 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啊 为什么你不去 我就不能去呢 那你是你的同学 也是我的同学 我们这么多年 难道除了打麻将 我们就没有话题了吗 这同学是共同的同学 对啊 大学同学吗 我们从小学开始 就同学 小学同学说 他 我好奇不去 我好奇不去 就在说 我好奇不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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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汇报现场的一些情况 有些事情 包括马上要做出判断的一些事情 这是第一 有时候我甚至到了楼下以后 车停在小区 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车上 我并不是说去逃避这个家庭 因为说心也很累 而我的累我不想让家人看到 我可能调整一下去上去 我也不是那种比较爱玩游戏的 痴迷游戏的人 我可能手机中无一种 可能打开一个游戏 让手机自己玩它 我就老得放松了这种状态